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全线上的形式考验着每一位表演者通过镜头感染观众的能力 而王俊凯则再一次向大众证明 即使没有台下的欢呼与掌声 有些人也注定会在舞台上闪耀 怀揣着对舞台的热爱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 多样化的风格浮以精心设计的舞台造型 成就了王俊凯七周年演唱会穿透屏幕的魅力与感染力 让每位观众沉浸并惊喜于极致的视听享受 打破传统定义西装的千变万化 王俊凯在七周年演唱会尝试了三套风格迥异的西装look 以西装外套混搭各类各色衬衫 在舞台上营造出多样的风情 温暖灯火中 王俊凯身穿Dio墨色西服套装 竟显高贵挺拔 流畅剪裁 线条包袱其长体态 仅以Dio镖石胸针做事 如黑夜灯火般沉浸温暖 静静已在以上吟唱 歌声温润却暗含力量 传递出以斩斩微光 凝聚的无穷能量 而同样是Dio黑色西服套装 在新歌beautiful唱跳首秀中 王俊凯以白色衬衫碰撞黑色扩形外套 衬衫领口微开错位忌口 Dio标识胸针始于领口 珍珠式品质于颈尖纸上 一种境遇的野性 随着每一次舞动逐渐升级 白色衬衫渐渐挣脱规整的束缚 撩动每一位观众的感官 将他们带入一场炽热的狂欢 猛烈的进攻 炽烈的表白 一种势在必得的决心 火腹着强烈的自信 野性却不妖媚 性感却无裸露 少年的纯粹与日渐强烈的性张力 引发矛盾却迷人的声场 让人久久回味 不能自拔 镜头一转 身着Joyce Van Nolten 2020秋冬复古格子西装的王俊凯 温柔低男起 我喜欢上女时的内心活动 微微侧头 轻轻合眼 拦拦起淡淡的心动和喜悦 让人忍不住沉浸在 在她身边的幸福感中 亮黄色的内搭衬衫 中和了格子西装的复古感 微微扭动 便显出明亮的俏皮气息 以金色的星星月亮 坠视在西装外套和发间 淡淡的幸福回味 也变得活泼明朗起来 一首喜欢你 轻快喜悦地向你表白 超越风格极限 惊喜的舞台反差 如果说在新歌Beautiful首秀中 王俊凯展现了不俗的畅调能力 那在舞蹈solo Lord Pretty Flag of Jody 2中 王俊凯已一镜到底 展示了令人惊喜的舞蹈能力 Anbush的扎人牛仔套装 搭配MA的猪片高领衫 发间点缀金属质感的 猩猩怪事和彩色脏变 一种K-POP街头感 呼之欲出 光影变换 律动强劲 节奏精准 火力全开 每一部动作节奏 准确的把控 都展现了王俊凯 予以精进的身体控制能力和武感 将热血 自信和掌控力 强劲输出 而在摩天伦的思念中 王俊凯身着 巴奥马黑白格纹背心 以细碎亮闪 颠覆黑白格传统印象 浮以珍珠散落发尖 对Bills钻石项链 勾勒景象 晶莹泪珠 坠于眼下 眼神深邃 伤感 完美诠释 摩天伦的思念中的怀念与遗憾 这一刻 王俊凯不再狂野强势 不再活力动感 而是以最真挚的情感 倒出思念与忧伤 善用亮眼配饰 巧妙的加法减法 多种配饰的运用 是王俊凯七周年舞台装的一大亮点 以适合的饰品作为整套路口的点缀 既可以凸显所要呈现的风格 又可以作为画龙点睛之笔 增加舞台亮点 新歌首秀 Beautiful中的Dio珍珠项列 指环增加了律动中的性感气息 Joyce Van Norton 2020秋冬复古格子西装上的星星 月亮这一世 和Debuse钻石项链戒指 为复古西装增添活力与亮点 发尖散落的珍珠和Debuse钻石项链 则为摩天轮的思念中的情感 附上一层珍贵的含义 伤感的意味由此更深更浓 而对于洁白的宫装 便在配饰上做了剪法 紧在眼角下方吹上一颗水钻 既不会破坏整体的干净 纯粹的少年戏又为面部增添了一分若隐若现的光彩 在这场每年如期而至的夏日约会中 王俊凯不断突破着自己造型及舞台表演的风格边界 在诺亚方舟和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时吻中 身着亮片流苏黑色披风的王俊凯 以宇宙高空中的俯视姿态探讨着世界的毁灭与生存 热爱与存在 自我与超我 新歌首秀beautiful中 以黑西装和白衬衫 诠释了极致的唇与玉的结合 境遇的性感 在舞蹈solo Lot Pretty Flacco Jody 2中 一一身扎染牛仔和绝佳的身体掌控力 跳出了hiphop的自由与主宰 又穿着复古格子西装 诉说了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中的温柔 浅浅 一身洁白宫装 可以是if的空灵感性 也可以是纪念中 不舍的少年气 摩天伦的思念中的珍珠 与泪 更是小伤感的升华 也许这每一种风格都是王俊凯 而哪一种 却都不能够完全代表王俊凯 在对自己表演及造型风格的不断突破背后 是王俊凯对于不同风格 天生的感知与驾驭能力 也是对于舞台的无限热爱和不懈努力 突破是一种强者的能力 全能更是一种王者的天赋 王俊凯七周年演唱会 打破边界 王者归来